台电东部发电厂第三年举办了爱心捐血活动 27号一大早 从厂长、副厂长到所属员工都热情的晚秀捐血 同时准备了精美食用的礼物 号召社区民众一起来响应 而花莲捐血中心也表示 秋冬季到来恐怕又会面临血荒的危机 也呼吁爱心民众可以踊跃捐血 一辆新型捐血车 27号上午停在台电东部发电厂大门口 要广纳爱心捐血人晚秀捐书 这是东部发电厂第三年举办捐血活动 希望可以疏解血库压力 善尽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 台湾现在缺血相当严重 缺血相当严重 而且血库的库存量相当的不足 那我们以往长年就有在办这个捐血活动 那我们从前年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办了三年 今年第三年 那响应这个 这个捐血活动 来增加这个库存 让我们的这个血库的这个 库存量会多一点 让这个兵方可以多一些照顾 捐血活动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一些敦经牧林 然后我们办了一些这个静灘啦 静虚啦 还有这个在这个我们发电区 发电厂的这个环境这边呢 跟这个秀林乡 这个新城乡跟这个丰田这边 都有这个牧林的一些活动 包括这个奖学金的付助啦 或者是这个吉兰救助的部分 我们都会每年都会办这些活动 从厂长副厂长经理到各单位员工 大家热情晚秀捐血 台电东部发电厂也准备了精美食用的礼物 感谢热心的捐血人 华联捐血中心表示 秋冬季经常容易缺血 呼吁民众可以踊跃捐血 我们今天目前血液库存 虽然还是维持七天 那是因为接下来快要进入秋冬的季节 那当冷气团一下降的时候 捐血率就会比较下降 所以我们也是要就是呼吁民众 就是还是晚秀捐血来常备我们的血液库存 一整天的时间 台电东部发电厂 目击得近百代热血 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 来疏解医疗院所的血液需求压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